却遇上了一个让人苦恼的阻拦 妻子娘家哥哥的这个要求 让杨战强觉得难以接受 我们不禁要问 他的妻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回娘家的呢 杨战强说妻子上网聊天他并不反对 可关键在于聊什么内容跟谁聊 我就看了那个料来那个 听说料的内容 大概就是说三十多个网友 都是料了那个阿七八糟 就是我从头非常闹口 就因为妻子的网友这样跟妻子联系 让杨战强十分生气 妻子回娘家后 他专门找了个时间去接妻子 可没想到这一去差点连命都没了 跟妻子上出了车祸 碰人家住院了 住院在医院回民半个月 他一日都说 就是我好了以后也是给我离回 从发现妻子上网聊天 到妻子回娘家 再到他出车祸住院又出院 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让杨战强一时难以消瘦 杨战强说妻子叫赵红利 虽然是二婚可两个人之前都没有孩子 婚后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如今两个儿子在奶奶家 最小的女儿被妻子带回了娘家 杨战强说 妻子回娘家的主要原因就是嫌弃他 如果按照杨战强所说的话 朴槿元楚老师认为 他和妻子间的问题也就是普通的夫妻矛盾 只要杨战强能够拿出诚心面对妻子 那么给妻子接回家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更何况家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呢 你们俩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给你们俩教会了 想不想妈妈 想 有多长时间没接妈妈了 好几天了 好几天还是很长时间了 现在我带你们俩去接你妈妈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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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咱就在一块去把你妈妈叫回来 好不好 好 好 走 两个孩子欢天喜地的跟着爸爸杨战强一起去接妈妈 可是到了地方却让人大失所望 院子没有上锁 可妻子的娘家却空无一人 哪过去呢 那应该是在他这一片了 那这一片应该找到人了 看着空空的院子杨战强一脸迷茫 找不到妻子一切都是徒劳 一起来的母亲看着儿子失望的眼神 赶紧让两个孙子去舅舅家看看 可两个孩子热切地跑来跑去依然没有找到妈妈 等待是此时唯一的希望 我们来陪孩子一会儿来看看妈妈 去哪儿 不着呢 能不能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哪有时候已经和摩世已经 这个人是杨战强妻子洪丽的哥哥 听说了我们的来意把我们让到了院子里 他出来事了已经 脚窝 你去过了家人 已经可以说退到 脚这儿了 不过一点再朝后退了 他就越低了 他就比到这一步了 你为他压结会把就念了 要是搭个多会儿去 所以他知道你为他搭成一会儿搭成啥了 这干嘛 搭那次我都没去 干嘛 没干嘛 我说的 过来小伙子 来来来来 这你哥哥吧 你哥哥刚才说了 你给你给他妹妹打成这个很 怀小二手 有点事没有 哪个上市呀 我都 压多事 你跟他撑人都不敢撑人 红密哥哥的这一番话 让调解员大为惊讶 如果是真的 那么 求助人杨战强对妻子的行为 可以说就是家庭暴力 而这个个头不高 说话声音也不大的男人 真的会对妻子实施家暴吗 你打了没有到底 有过一回 给这一盒丢了 盒把丢 一拨上单去了 他谁要 谁要 这真 他 那我不怪他吗 我俩有人视角 他看完 抄了 几倍杖 材材打 你都当傻听我 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你说这样 掐掐他 他又算活路了 我跟你说 你说这话 太夸张了吧 你说话太多 来来干什么了 你看这听我 你看这听我 你也会这样吗 你见了吗 你哪有见了吗 你说叫我 国舍舍路 舍啥 叫我这一家人 也跟那这秒 才鬼死点 你说了不是 你说的话不是 我希望了 两个人当着调解员的面 你一句我一句的各自论理 杨战强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来是为了接妻子回家 对于这个妹夫 弘历的哥哥实在是忍无可忍 你觉得你妹夫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 男人 卖不降临 他也要都是 卖不降临 卖不降临 一堵瞎活 一定是我的魔朵 一定不说 他对你妹妹怎么样 这十年了 那反正是好多时候 咱们也可以能过 因为他管这个 打我已经受不了了 你们俩本人是二婚 很不容易了 人家说句不好的话 没有工夫还没有苦劳 为他人家传宗接待 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哪些方面值得你打呀 夫妻直接靠什么 靠尊重啊 杨战强的沉默 让调解员楚老师开始相信 打妻子的事也许就是事实 可不管怎样 杨战强既然想把妻子接回去 那么也就说明 他有希望改掉自己的恶习 于是 调解员开始做红利哥哥的工作 希望他能把妹妹叫回来 当面说说 现在转眼时间跟你妹妹 跟你妹妹联系 我们转眼时间跟你妹妹 他转眼好好说着 今天这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好 我们的河南电视台呢 为了你姑娘的事情 想想你 谁也别来那了呢 那他不是想 还得想让你姑娘 这位是杨战强的岳母 看到女婿在家的院子里 气就不打一处来 哎呦 不要急不要急 我们来就给你讨公告 不但打妻子 而且打岳父 杨战强的岳母 气呼呼的跟调解员说 他们曾不止一次的相信女婿 可女婿却不止一次的伤害女儿 这让他们失望至极 拿过你 捣完了鸟 捣完了又拿到 去开完的鸟 不要在家 他妈牢着了 不错 有脑都揍他了 他人宰到了 门都不见你了 那个也不介乎你 走了 早十天 现在打得还厉害 我的鸟 要是宰到十天 我的鸟有魔不一定的 这回你们没有语言 你说 指引我鸟 你快叫 我鸟去指引你 你说 你走不来了 你快给你 几点就来 你走不来了 你干什么 你给你 几点就来 你走不来了 你还别看 你以为我就 让你指挥着玩了 没事 你不要过来 那没事 不要拿我 你现在没有理了 是吧 你马上要领着孩子走 可是你在你家 你跟我说了 可不是在这情况吗 看到红利的娘家人 对杨战强的指责 调解员不仅想起 杨战强在求助的时候 他拿给调解员看的一份离婚起诉书 妻子在起诉书上写了种种杨战强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 而谈起这些 当时杨战强还表现的相当无辜 现在给家里 事情暴力不让睡觉 催残 还都可以催残 有的事没有 没有 那是不是他说这话有的夸张 就是意思 你儿子打你媳妇给我 那睡觉怎么那么大 杨战强求助时对调解员说的话 被妻子娘家的人一一击脱